未来嫂子怀孕,为娶她进门,我妈收了杀猪酱八万八的彩礼,把我卖掉,洞房花烛那晚,惨叫声传了一夜,第二天我妈来的时候,床上的人换成嫂子,我妈疯了,丸子提醒您,接下来的那更精彩。 我妈让我回去商量我哥的婚事,到家刚坐下,我妈便对我说,又难,你未来嫂子怀孕了,我笑了笑,这是好事呀,结婚日子定了吗? 我妈一脸的惆怅,不给八万八的彩礼,你嫂子就不嫁,我哥不学无数,家里有点钱都被他给花天酒地了,这八万八的彩礼,家里根本掏不出来。 我妈给我打电话的时候,我已经猜到她的目的,妈,这里有八千,你收着,我只有这些,我妈脸色立刻沉下来,显然嫌弃我给的少,她还没开口,身后就传来未来嫂子月灵的声音,八千块,打发叫花子呢,我哥结婚,又不是我结婚,见我没回话,月灵拉着我哥的手抱怨道, 你好兄弟结婚的时候,她妹妹没钱都借了十万包红包呢,怎么到你妹这感情就这么淡了,我月入三四千的打工人,十万我去哪里借? 这么荒唐的话,她怎么好意思说出口,我哥也理直气壮道,家里养你这么大,这钱你的想办法,聊不来,那我走呗。 临走之前,我不忘把桌上的八千收走,不要,那就还我,每两天,我接到我妈的电话,让我陪嫂子逛街,我妈在电话里又哭又闹,逼我请假陪着嫂子逛商场,又难,这套金是如何? 临走,月灵逛了一套项链,在身上笔划,不错,趁你的好肤色。 我说完,她立刻让服务员包起来,我正惊叹她豪气的时候,她却对服务员指着我说,找她买单。 我猛了,你的东西,怎么我买单,月灵理直气壮地看着我,让你出来就是陪我采购新婚用品的,不是你买单,难不成还要我这新娘子自己买单? 我不想理她,口袋里面的手机响了,电话里,我妈又是一阵威胁,我不愿妥协,她就以死向逼,你嫂子肚子李怀的,可是我们老张家的长孙,他要有个三长两短,我就死给你看,你哥结婚你不出钱,买点东西送你嫂子,怎么了? 我跟我妈说了,这钱就当是我给我哥结婚的红包,接下来彩礼那些我不会再帮忙,她答应后,我才掏钱买单,我就当,花钱买清净,不然以我妈的性格飞来现场闹不渴,买完今世,我嫂子又吵着要买衣服,去给我买杯奶茶,她还真把她当我祖宗吗? 凭什么使唤我?我正要反驳,她又拿出手机威胁我,你不买没事,我让你妈来买,我妈为了她肚子里的大孙子,别说买奶茶,卖血都愿意,我强忍下怒气,绕去奶茶店,等我买完奶茶回来,恰好听到十一间李嫂子在打电话,她说的内容,惊得我三观震碎, 药祖是没钱,可是她还有个妹妹,把她妹卖了,这彩礼钱不就到手了吗?我肚子里的可是张家金孙,老东西自然答应卖女儿,得意洋洋的语调,听得我都怀疑自己的耳朵, 我原本还在想,家里穷得叮当响,去哪里拿着八万八给嫂子当彩礼,没想到,她们居然把主意打到我身上,真当我会任由她们宰割吗? 这些年,重男轻女的母亲对我吸血还不够吗?我每个月的收入,大部分都上交给家里,偶尔买件衣服少给一些,我妈都能把我骂出花来,现在为了我哥结婚,她们居然想把我给卖了, 这回,就算我妈当着我的面自杀,我也不会答应,看她从示意间出来,我当着她面把奶茶扔了,去垃圾桶喝吧,嫂子瞬间黑脸,扑上来要撕了我,她还没动手,我哥突然来了,她不是一个人来的,还带了一个朋友,那男人出现后,原本黑脸的嫂子笑盈盈地跟我介绍, 又男,这是你富贵哥,家里是开猪肉屠宰场的,家境特别好,巧遇是假,逼我相亲,想卖了我才是真,望着对面笑咪咪,大富翩翩,身上还带着一股浓重腥骚味的男人,我胸口忍不住地犯恶心,我没忍着,直接吐在男人身上,吐完,我找了个借口跑了, 原本以为我这一闹,对方看不上我,嫂子他们也没办法,没想到第二天,回家,我又看到了王富贵,进家门的一瞬间,我有些猛,家里被装饰得跟要结婚一样, 我妈还做了一大桌子的好菜,离我哥结婚的日子还有几个月,现在准备也太早了吧,不仅如此,我妈还主动喊我上桌吃饭,以前都是让哥哥先吃,我在吃剩饭,看到餐桌边上坐着的王富贵,我的好胃口全没了, 我起身要走,却被嫂子一把拽住,又难,你妈辛苦了一天,你怎么可以一口不吃就走,我妈也凑上前来,将我摁在位置上,你嫂子说得对,妈做了你最爱的葱油虾, 趁热吃,望着面前我妈家来的葱油虾,我的手臂莫名地扫养,爱吃葱油虾的是我哥,不是我,我海鲜过敏,坐在我对面的王富贵,全程盯着我,那眼神就跟恶狼盯着肉一样,让人恶心的同时又恐惧, 他们说天色太晚,让我留家里休息,别回出租屋,这回我没听劝,态度非常坚决地要走,见我不答应,我妈亲手端来一碗鸡汤,喝了再走,我妈的热情,让我莫名地感觉不太对劲,被我打亮了几眼,我妈连忙解释,这是你哥补身体的, 看你给你嫂子花了不少,给你留一碗,为了尽快离开,我伸手接过鸡汤,一口喝光,走之前,嫂子又拉着我家常离短了两句,后来我的脑袋越来越晕,意识越来越模糊,没多久便两眼一黑,晕死过去,迷迷糊糊之中,我感觉头有千斤,重,耳边传来 熟悉的咒骂声,死丫头,还想跑,做梦,听声音,是我嫂子,她咒骂完,还猛地甩了我一巴掌,疼痛让原先迷糊的我,清醒了不少,我没有立刻睁开眼,因为我听见了我妈的声音, 月灵,你下手轻点,嫂子阴阳怪气地说,妈,你这是心疼闺女了,我妈说,我心疼你的手,万一伤了我大孙子,那可怎么好,你要是一不小心把幼男给打醒了,今晚的洞房花竹夜怎么办,你拿八万八赔给杀猪酱吗,这是我亲妈呀, 她真的一点都不爱我,为了娶嫂子,进门,居然给我下药,把我卖给杀猪酱,想到这里,我的心如沉冰叫,妈,还是你说的有道理,你先出去,我再检查下就来,嫂子把我妈支走后,伸出手将我脖子上的项链,取了下来,将我卖了,还抢我的项链, 这女人的心,真是狠毒到极点,还贪婪得无可救药,我心一横,在嫂子转身走出门的瞬间,爬起身,拿着我哥放在房间的木棍,朝着她的后脑勺狠狠打了一棒子,我嫂子当场晕了过去,我费力地将她拖上床,用被子盖好,既然她那么喜欢钱,那就应该把她自己卖了才对, 我将房间的灯关好,从厕所的窗户逃出去,希望明天醒来的时候,大家会喜欢我准备的这份惊喜,又难,醒醒,在一阵推嗓之中,我缓缓睁开了眼,村长,我怎么在这里,村长疑惑地看着我,那得问你自己,好好的屋不睡,睡马路上,我扶着额头, 一副难受的样子,村长以为我生病了,连忙扶着我回家,到了家门口,还没进门,村长便扯着嗓子朝屋内喊,老张家的,出来接人,我妈急匆匆地跑出来,看见我的时候愣在原地,不明真相地,村长还在喋喋不休, 你家闺女大清早的,睡在马路牙上,不知是生病,还是怎么了,你赶紧带去看看,我一脸无辜地看着我妈,妈,这到底怎么回事啊,我怎么跟喝醉一样,想不起来昨晚发生的事情, 我妈盯着我,嘴巴张了几次都没说出话来,恰好这时候,我哥扭着大屁股从房间里走出来,妈,看见月灵了吗? 昨晚没回去吧,怎么见不到人? 瞬间,我妈脸色煞白,随后我妈反应过来,直接朝着里屋冲去,我连忙追上去,妈,村长都还没走呢? 我妈顾不上我,直接一脚踹开房门,下一秒,屋内传来我妈的惊叫声,啊,我和我哥第一时间冲进了屋,床榻上, 我嫂子一人赤裸的,躺着不省人事,更可怕是,他的下半身还有不少的血,我哥转过身来,盯着我的眼神跟要吃人一样,贱人,是你干的,对不对? 我满脸的无辜,哥,你在说什么?我怎么听不明白,嫂子怎么受伤了,她死死地掐着我的脖子,我奋力挣扎,哥,我什么都没做, 你别杀我,赶来的村长见状,立刻拦下我哥,药主,你这是做什么,还不赶紧把你媳妇送医院去,待会出人命可是要坐牢的,我妈听到我哥要坐牢,清醒了不少,我哥还想说什么,被我妈一把堵住,她怕村长知道我家那点破事,我哥会惹上麻烦, 药主,赶紧把月灵送医院,剩下的回来解决,说完,她还不忘瞪了我一眼,那眼神跟我哥一样,都恨不得吃了我,原来,全家上下连一个爱我的人都没有。 我嫂子肚子里的孩子没了,她醒来之后,在医院大哭大闹了一场,我哥扬言要打死我,我跪在我妈面前大声痛哭,妈,咱张家的金孙没了,我也伤心,可这是怎么就扯到我身上,我昨晚明明在家,怎么就睡在大马路上了,我妈上下打亮了我一眼。 你真不知道昨晚的事,我反问她,昨晚有什么事发生吗? 自小我妈就重男轻女,对我非常的苛刻,稍有不高兴,对我非打极骂。 在她面前,我半点谎言都不敢有,眼下我说得如此真诚,又由老村长给我作证。 我妈已经开始认可我的话了,忙活了半天,我们都饿了,你去买点吃的回来。 好,我知道她这是在打发我走,我听话地起身,走出门后,又悄悄地折返了回来。 屋内传来我妈跟我哥交谈的声音,我妈说,你问月灵怎么回事没? 她也不知道,只是后脑勺挨了一下,便没了意识,现在又哭又闹,说要去报案呢。 我妈连忙,说道,千万把月灵给我稳住了,不能报案,我们可是收了杀猪将的钱。 万一这事闹出去,咱们一家子在村里没了面不说,我担心你要坐牢,听说要坐牢,我哥经的声音都在颤抖。 妈,那你说怎么办,都怪又男那件丫头,等她回来,我非弄死她不可,未必是又男,那丫头对我还不敢说谎。 我妈言语里透着自信,说不定是杀猪将看上月灵,趁乱把人给调包了,谁让月灵天天打扮得花枝招展,穿得不三不四地在男人面前晃荡。 我妈早就对我哥这个女友不满,现在出了这种事,大孙子没了,她都恨不得掐死嫂子呢,后面就是我妈的一些咒骂声,我没兴趣听,悄悄离开,村里人都知道,村长有个习惯,每天晨练。 那条路就是必经之地,望着两腿上布满的蚊子包,我嘴角透出一丝笑意,不枉费我在路边睡了一整晚,趁着买饭的功夫,我给杀猪将打了一个电话,替我嫂子讨公道,杀猪将得知我嫂子肚子里没了,吓得声音都在发抖。 我告诉她,我哥要找她拼命,让她躲一躲,杀猪将在电话里感激了我一番,还保证我哥绝对找不到她,搞定了杀猪将这边,我买了点食物,赶回医院。 我不知道我哥是怎么说服嫂子的,等我再次回到医院,她已经不发疯了,只是那双盯着我的眼睛里,透着阴毒,你过来伺候我吃饭。 她这脾气,我凭什么惯着她,你摘掉的是胚胎,不是脑子,不影响你四肢行动。 嫂子瞬间怒了,转头就跟我妈,他们告状,我妈说,你嫂子这回替我们张家,遭大罪了,现在身体虚,你就当帮我。 我妈劝说和我哥的眼神威胁,没办法逃脱的我,只能端着粥上前去喂她,才吃了两口。 嫂子突然一个抬手,猛地将一整碗粥给掀发,滚烫地粥泼在我的手臂上,烫得我尖叫出声,我连忙甩开热粥,准备去洗手间用冷水冲刷,转身的瞬间,我听到嫂子阴阳怪气的咒骂声。 见人就是矫情,怎么被畜生糟蹋的不是她,目睹我被这样欺辱,我的家人连一句反驳的话都没有,既然这么不爱我,又为什么要把我生下来? 我妈说累了,让我哥送她回去休息。 独留我在医院给嫂子当牛做马,担心我会跑,我哥临走之前还不忘威胁我,你要是不把人伺候好,小心我扒了你的皮。 我哥就是个魂球,从小被我妈给宠惯了,对外人不敢,对我她是真能下死手。 她的威胁,让我暂时不敢离开医院,嫂子把我当成出气筒,全程使唤我,连坐下来喘口气的机会都没有。 她折磨我,又怕我跑了,只要我消失超过两分钟,我哥的电话立刻就打来。 我隐隐约约总感觉这事情不对劲,可是他们像防贼一样防着我,让我一时半会找不出原因。 在医院休息了三天,我妈就要给嫂子办出院,嫂子不肯,大闹了一场,她肚子现在没祸,我妈都不拿正眼瞧她。 嫂子指着我妈大喊道,你不让我好过,我也不让你儿子好过,大不了我回娘家养着,我去报警,你们一家都逃不掉。 她的威胁对我妈是奏效的,刚才还态度强硬的,我妈,瞬间软了,下来,我妈摘下手上的金戒指,塞到了嫂子的手里。 月灵,别说气话,我们是一家人,有这钱给医院,还不如买点金给你当压箱底,嫂子得了好处。 又见我妈态度坚决,便顺颇答应了,陪着他们出院回到家后,原本我是打算直接离开,可我没想到,我刚进门就看到院子里堆满了熟悉的东西,我愣住了。 妈,这怎么回事?我妈说得云淡风轻,你租的房子我给你退了,房租这么贵。 你接下来在家住,我脑袋翁得一下子没反应过来,当初为了能出去住,我被迫找了一份很辛苦的工作,还答应每个月将三分之二的工资上交。 我努力这么久换来的暂时安宁,就这样被我妈无情打破,我怒了。 妈,你怎么能这么做呢? 大声的控诉,换来大巴掌的回应,我是你妈,辛苦生你出来,你就得听我的,给了我生命没错,可这不代表我生命属于她,出租房被退,家里又不让我离开。 这几天,我只能暂时待在家里,再找个合适的时机离开,嫂子每天在家,变着法地,做妖,我妈不伺候她,她就把脾气发在我的身上,我稍有不满,她就大声喊来,我哥,威胁要送她去坐牢。 我哥来了,对我就是一顿打骂,熬了三天,我终于等到机会,这天夜里,我哥喝得烂醉,我妈第二天要去山上干活一早就睡了,趁着黑灯瞎火,看不见人,我悄悄摸出房间,不敢走正门,那里上锁了。 若是我弄出动静,把人吵醒,免不了又是一顿打骂,我从后院的矮墙翻出去,刚落地,就听到熟悉的声音传来,我就说吧,这死丫头一准想跑,嫂子双手还凶的意地看着我,身边还跟着凶神恶煞的我哥,见我哥靠近,我下意识地后退,她的眼神,让我害怕极了。 不等我开口,我哥直接一个拳头挥打过来,死丫头,还想跑,今天不打死你,我就跟你姓,嫂子按住我的手,我哥毫不怜惜地对着我暴打,在两人的眼里,我不是他们的亲人,甚至连人都不是,我哥打完我,便拽着我回去, 我妈听见动静,从屋里出来,见我哥拽着我的头发,将我拖进来,她关心我,而是问我哥怎么大晚上不睡觉,我哥用力把我摔在地上,疼得我整个人卷成一团,就这样,她不放过我,猛地踹了一脚,这死丫头打算半夜偷跑, 我哥说完,嫂子还不忘控诉一番,妈,我就说,之前的事情,都是这死丫头做的吧,你还不信,这死丫头害我没了孙子,让咱张家没了长孙,你可不能天坦她。 我妈,我妈望着我的眼神瞬间变得凶狠,妈,我没有,我不断摇头,我妈冲上来,就是几个耳光扇打在我的脸上,我对这个家失望了,我用力将嘴里的血吐出来,抬头死死地盯着,我妈,既然你那么不爱我,为什么把我生下来,面对我的控诉,我妈的脸上没有半点内疚, 她眼神冷漠地望着我,生你下来,就是为了你哥,你是个女娃,将来终究是别家的人,我生你养你,就让你贴补一点你哥,这难道有错吗?我绝望地笑了,今天我终于明白为什么我妈不爱我,却生下我,原来我只是一个被利用的工具,一个用来贴补她儿子的工具,就算我姓张, 从她肚子里爬出来,在她眼里,我永远都是外星人,我哥拽着我的脑袋,再次将我拎起来,妈,少跟这丫头废话,我先把她捆起来,关到后院去,我妈点了点头,默许了我哥的行为,我挣扎着要跑,现在他们已经知道那晚的事情, 在我妈的眼里,我就是杀害她孙子的凶手,几个人不可能让我好过,我必须逃出去,不然在家里我不死也得脱层皮,我猛地一把将我哥推开,趁着他没注意,转身就跑, 嫂子直接扑上来,要将我摁住,被我狠狠地扇了一个巴掌,被他耽误了一下,我哥已经从地上爬起来,他死死地掐着脖子,不断地收紧手指,仿佛要将我当场掐死,巨大的求生潜能爆发, 我用力捧起一旁的花盆,朝着我哥的脑袋重重砸去,然后再朝他薄弱的部位狠狠地踹了一脚,他一个吃痛甩开了我,随后撞到一旁的门槛上,栽了下去,鲜血顿时涌出,众人惊呆了, 我妈惨叫着扑过去,扶起我哥,见状不对,我想趁乱就跑,刚转身,身后便传来一道大力,将我狠狠栽倒在地, 我到底的瞬间,看见我妈举着一根大木棍,眼神跟要吃人一样,盯着我,敢打我儿子,我要你的命,剧痛让我醒来, 我刚睁开眼,一个晃影袭来,随后我的脸结结实实地挨了一个大巴掌,死丫头,你醒了,敢打我,今天要你好看,嫂子一边骂,一边扇打我,鼻子里和口腔里的血不断往下流,脸颊火辣辣的麻木,脑袋不自觉地左右摇摆, 嫂子打累了停下手,甩了甩,满眼得意地看着我,敢陷害我,我非扒了你一层皮不可,她已经认定是我将她送上杀猪将的床,我也没必要再说谎,我艰难地抬头,睁开眼怒视着她,若不是你想的坏主意,我怎么会反击呢? 你被杀猪将上,那是你活该,你就是万人齐的命,我说完,又迎来了新的巴掌,还敢嘴硬,我蒙吐了一口血水后,再度恶狠狠地看向她,有本事你就打死我,现在是法治社会,你以为你跑得掉吗? 警告让她停下了手,可她依然没打算放过我,她冷笑地朝着我看来,你妈送你哥去医院了,等他们回来,到时候就有你受的,说完,她便要走,临走之前,她突然停下脚步,得意洋洋地朝着我看来, 对了,忘记告诉你,你妈已经答应把你卖给我们村的腊里头,年纪不大,也就是五十出头,腊里头家是开养狗场的,最懂的人怎么抓人,这回,你就算长了翅膀,也难飞出她家的大铁笼,他们还是人吗? 把我卖了一次不够,还要再卖第二次,为了防止我逃跑,他们用拴狗地大铁链圈住我的脖子,将我的嘴堵得严严实实地,不给我呼救的机会,不仅如此,我妈他们不在的这两天里,嫂子甚至没给我喝过一口水,按她的说法,人是我妈打的,也是我妈关的,她只是一个旁观者, 我真有事,要坐牢的也是我妈,终于,第三天,我妈回来了,她缓缓走进门,冰冷的脸上看不出任何的情绪,饥饿让我浑身无力,渴求生的本能又支撑着我爬起来,我艰难地起身,对着我妈求饶,妈,我错了,你放过我吧,我以后一定好好工作,我把赚来的钱都给你, 好不好,我妈朝着我看来,冰冷的眼神特别地平静,可也让我特别地恐惧,晚了,我愣了一下,没明白她的意思,你哥的命根子伤了,医生说这辈子都很难有机会再怀上孩子,嗡,我脑袋瞬间一片空白, 下一刻,我妈突然扑过来,死死地拽着我的领子,将我整个人提起来,张家要绝后了,你明白吗,妈,我的声音在颤抖,身体抖得跟筛子一样,现在医学这么发达,一定有得治的,我们去大城市找最好的医生, 给我哥治病好不好,我不是在心疼我哥,更不是在担心张家绝后,他们这么对我,在我的眼里,早已经不是我的亲人,我只是清楚地知道,我哥是我妈的命根子,我妈没了指望,一定不会放过我, 为了活,我必须讨好我妈,听了我的话,我妈的眼睛里燃起了希望,你说得对,去大城市,只要有钱,治病就有得治,她拽住我领子的手,又收紧了几分,疼得我快晕死过去,可我不敢叫,我怕刺激到她,我妈认真地打量了我一番,随后对着我说,又难,你哥只有你一个妹妹, 她这次又因为你受伤,你不会不管她对吗,我害怕地点了,点头,我妈轻抚着我的头发,又难乖,你长得这么漂亮,隔壁的莉莉都能给家里挣一套房,你比莉莉还漂亮,一定比她挣钱,我心里咯噔一下,连呼吸都变得小心翼翼,隔壁的莉莉是战阶小姐, 她家情况比我家还复杂,为了供养生病的老父亲和不学无数的弟弟,她被迫去占街,任劳任怨地给家里钱,帮弟弟盖房娶媳妇,还被一家人嫌弃是姚子姐,我没敢回声,我妈自言自语地说道,区业总会让人抽成, 不如在家干赚得多,为了你哥,你辛苦一下,三观在这一刻彻底崩塌,我第一次听到我妈说我辛苦,却没想到是为了让我去卖赚钱,仿佛知道我不会乖乖听话,离开之前,我妈还不忘警告了我一番, 又难,你哥是妈的命,她若是有事,咱们家谁都活不了,她疯了,已经彻底不是个人,我原本想讨好我妈,再趁机逃走,可这一回,我知道,我没希望了,我哥现在伤了,她不好,我妈是不会放过我的,想要从这魔窟里逃出去,我只能靠我自己, 我心一阵阵地下沉,这一回我不仅要救我自己,我更要这些伤害我的人付出代价,或许怕我真的饿死,我妈让嫂子给我送来一碗冷粥,饥饿让我没办法挑食,快速将粥吞了下去,见到我狼吞虎咽,嫂子还在一旁嘲讽,比狗扑食还难看,以后嫁去腊力投家,可别跟狗抢放, 饭吃,我端着碗的手顿了一下,嫂子,你以为把我嫁给腊里头,你就能得到卖我的钱,做梦去吧,我妈根本不可能给你钱,更不可能把我嫁给腊里头,嫂子怒吼道,你胡说,老婆娘还指望着我给张家生金孙呢,她不敢得罪我,原本只是想炸一下,没想到她真不知道我妈的主意, 看来我妈也防着她,你都是杀猪匠上过的二手货了,我哥若是有钱,娶个黄花大闺女不好吗,娶你这二手货她不格硬吗,她不嫌脏,我妈还嫌弃你恶心呢,我妈确实看不上我嫂子,之前是因为我哥喜欢,现在闹出这样的事情,我就不信她们心里没疙瘩 嫂子死死地瞪了我一眼,你就是挑拨离间,你那点计谋,以为我傻看不出来吗,看不上我又怎样,他们敢不要我,我就报警抓你哥去坐牢,嫂子早就对我妈不满,杀猪匠给的八万八我妈一直捐在手里,哄着她,没有给她呢,她不傻,她是坏,她留在这里, 不过是拿到更多的钱罢了,我看透她的心思,嫂子,你知道我哥把命根子伤了吗,她狐疑地看了我一眼,显然不知道我哥的病情,我暗暗松了口气,继续说道,我妈知道把我嫁给腊里头,这钱倒不了,她手上,没钱她怎么给我哥治病,要报警你就去吧,杀猪匠是你喊来的, 警察会不会认为是我哥,有罪这还不好说,可我哥这病不尽快治疗,张家要绝后了,我的话奏效了,他急匆匆地跑开,当天晚上,嫂子又气冲冲地来找我,你说得没错,老婆娘心真狠,果然骗我,你哥现在就是个废物,他还想蒙我呢,你哥行不行,我看一眼就知道, 他的话,让我感觉到了希望,我若是不逃出去,这辈子只会沦为我妈敛财的工具,我妈已经疯了,为了我哥,她什么都做得出来,嫂子,这里面牺牲最大的是你, 我妈现在非但不打算把我卖给腊里头,连杀猪匠那八万八,她都不想给你,听了我的话,原本就怒上心头的嫂子,瞬间失去理智,害我被畜生糟蹋, 没了孩子不说,还骗我不给我钱,我去弄死这死老太婆,真当我好欺负吗,见她气呼呼地要跑,我急忙将人喊住,嫂子,杀人要坐牢,你不过是想要钱,没必要为我妈搭上自己,她停下脚步,眼神狐疑地打量着我, 听你这话,是打算帮我,你会有这么好心吗,我笑了,我当然不只是帮你,我是在帮我自己,帮你拿到钱,你给我解开铁链如何,嫂子也不是那么好骗,她并不相信我的话,甚至还刺鼻地说,你跟狗一样被拴着,还想帮我拿钱,你脑子没病吧,我微微一笑,虽然不能亲自去拿钱, 可是我知道我妈的钱放啊,告诉你放钱的位置,你去拿,我妈有个习惯,她觉得去银行取钱麻烦,还得看柜员的脸色,她喜欢把钱存在家里,随时取用,显然嫂子是知道我妈这个习惯的,她反复地质问我,你真的知道,我乖巧地点头, 每个月我妈都让我把工资送家里来,次数多了,我也就摸清放钱的位置,她思索了一番之后,给了我答案,好,你告诉我位置,我就给你钥匙,就像她不信我一样,我也不信她, 我告诉嫂子,让她今晚带着钥匙来找我,我亲自陪她去取钱,这样双方都有保障,为了钱,她同意了,晚上十点,我妈入睡后,嫂子悄悄地爬进了关我的房间, 你快点,这要是我好不容易才从你哥身上偷来呢,解开了铁链后,我费力地挪动了身体,几天没有动弹,我的手脚都僵硬了,我带着她来到我妈房间,看见床后面那个柜子没有,拉开柜子的抽屉,柜子下面有个暗格, 我妈的钱就放在那里,嫂子脸上露出得意的笑容,你这死丫头,还是有点用处,得到确切的位置后,嫂子大力地推开门走了进去,她完全不怕我妈醒来,她已经按照我的吩咐,将我妈的降压药换成了安眠药,见她进门,我悄悄朝着我哥房间跑去,刚将我哥咬醒, 我妈房间里便传来了争执的声音,哥,你赶紧去看看吧,月灵姐要抢妈的钱,还要把我抢走卖给腊里头,我哥健壮,翻身起床,大喝一声,见女人,这是要翻天吗,我紧随我哥身后去看热闹,房间里,我妈正拽着月灵的手,要把她手里拿到的钱夺回去, 两人争执间,月灵发狠地将我妈推倒在地,还串了她脑袋好几下,她刚摆脱我妈,正要走,我哥已经赶到,两人再次扭打在一起,我哥虽然受伤,可月灵依然不是她的对手, 见状,我连忙提醒月灵,门边上还有一根挡门用的木棍,我着急地喊,嫂子,我哥不倒下,我们都得死,那一刻,月灵的眼眸里燃起火光,她愤怒地抄起木棍,朝着我哥的脑袋狠狠砸去,随后,我哥倒在血泊里,月灵带着钱跑了, 我没有走,缓缓地朝着门里走去,我妈倒在地上,挣扎着药起来,我没有扶她,望着她抽搐的模样,我一点心疼都没有,我知道我妈有吃酱鸭药的习惯,所以我把这个习惯告诉月灵,同时我告诉她,我房间的抽屉里有我用来助眠的药物, 她果然拿了这药,调包了我妈的降压药,可月灵不知道,我屋里的药根本不是助眠用的,而是我用来缓解哮喘的药,药物有帮助血管扩张,增加血流,升高血压的作用,我盯着我妈,许久之后才缓缓出声,妈妈,我走了,第二天,路过的村民发现我家大门开着, 便跑进去查看,察觉不对,便报了警,我妈和我哥被及时送到医院,虽然两人的命都保住,却留下不小的后遗症,我妈中风导致又半边身体直接瘫痪,我哥更惨,不仅没了生育能力,脑子还被砸坏,成了傻子,月灵很快就被警方抓住, 我也被警察带走审讯,在警察严密的审讯下,月灵很快交代了一切,他因为故意伤害而入刑,等待的是法律严格的审判, 我则以受害者的身份被无罪释放,虽然我见死不救,可那种情况下,若是我哥醒来,我可能再次成为受害者, 我离开是对自己最好的保护,道德上可以谴责我,法律上我却没有罪责,要是月灵下的,钱也是他偷的,人也是他打的,我只是一个旁观者,我回到城里继续工作, 每周我都会回家一次,照顾我妈和我哥,屋内散发着一股恶臭,我妈身体瘫痪,导致他行动不便,经常都会拉一身床屎尿,我只有周末才有空回来,帮他整理, 他很多时候都要一整周都泡在屎尿里,忍受着各种恶臭,妈,我回来看你了,我妈艰难地抬头看向我, 眼神里满是惊恐,嘴角的口水不断地下流,手忍不住地抽搐,我习惯地戴上一次性的手套,将他扶起,拖到院子里,用冷水给他冲洗身体, 妈,舒服吗?我妈盯着我的眼睛发红,她想说话,可是张嘴只有口水往下流,一一压压的,根本说不清楚一句话,给我妈清洗干净, 我又推着她来看我哥,我哥伤了脑子后,智力退化到三五岁孩子的程度,这个点,她正蹲在路边玩沙子呢,村里的孩子都喜欢欺负她这个大傻子,朝着她身上扔石头,捉弄她,见熊孩子把她往泥坑推, 我妈急了,激动得浑身都在抖,她这母爱可真伟大,怎么就不能分我一些呢,怪我是女儿,不能给她养老吗? 不,她错了,我心疼地帮她擦掉口水,扶着她转身,妈,咱别看,回去休息,我带她离开,留下我哥在泥坑里挣扎, 我妈着急地不断张嘴,啊,啊,要,摁住她挥舞的手,扶着她回去,妈,你别怕,我会照顾你后半生,让你多活几年,只有这样,她才有机会,亲眼看看她种下的恶果,她该为自己的行为,承受应得的报应。